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更多的进攻选择和战术灵活性 另一方面 普尔是一位年轻有潜力的前锋 但在勇士队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 交易普尔对勇士来说是为了解决球队在后场的需求 并且腾出更多的薪资空间用于引进保罗 虽然勇士队可能低估了普尔的潜力 但他们更看重保罗在球队发展中所能带来的直接影响和帮助 此外 保罗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球员 可以为勇士年轻球员提供指导和领导力 他在场上的指挥能力和技巧也能够提升勇士整体的竞争力 相比之下 艾顿虽然是一位出色的内线球员 但他可能并不符合勇士队目前的战术打法和球队建设方向 总结而言 勇士队建迈普尔换取保罗的决策是基于他们对球队当前需求和未来发展的考虑 保罗作为一位全明星级别的控球后卫 可以为勇士队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和领导力 同时为年轻球员提供指导 尽管这笔交易可能在一开始被质疑 但只有时间才能真正揭示出他的成败 随着勇士更换过了一层 前总经理鲍博 迈尔斯与勇士分道扬镳 勇士提拔了邓丽维作为勇士新的总经理 网传勇士更衣是一直有两个派别 一个就是酷追趟的老人队 一个是迈尔斯加普尔加库明加的新人队 库里一直想要的是续约克莱和格林保持核心阵容在战 然而前总经理迈尔斯认为勇士的核心阵容年纪确实偏大 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想给普尔和库明加更多的出场时间 然而库里在勇士的地位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球队阵容的核心 他的实力和商业价值在勇士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一票否决权 如果勇士新赛季扶正普尔库明加和穆迪这些信任 那库里大概率离对 库里离对对勇士一位助什么相信勇士老板也是心知肚明 麦尔斯也是勇士王朝的缔造者 可是在NBA这个商业联盟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 勇士前翠跟麦尔斯分道扬镳 全心全意辅助库追趟再战一年 随助邓立伟上任后立即交易了上赛季的隐身侠 乔丹普尔上赛季的乔丹普尔刚刚与勇士签下了一份大合同 可是最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挺身而出 在训练中与格林闹矛盾 并且与主教练科尔也存在住一些矛盾 同时非常不满意自己的出场时间和战术地位 季后赛挣扎的表现在大家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 合格的运动员应该的上场就要拼尽全力的争输赢 而不是带着怨恨在摆烂打球 但是现在来看勇士首发的平均身高不足2米 年纪也超过了35岁 新赛季的勇士值得期待吗 北京时间7月25日 勇士球星库里参加了洛根莫多克和拉加贝尔的播客节目 他谈到了勇士为什么要引进保罗 赏赛季勇士在西部半决赛2比4输给了胡人 他们必须做出调整 库里认为保罗会在勇士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CP来说 我认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元素和速度的变化 比如在胡人系列赛中我们就需要这些元素 因为在那轮系列赛我们变成只是运动进攻和头三份的方式 我们要试图找出更多的挡拆进攻 我们试图找到更多的方法进行半场进攻 他显然是这方面的大师 我知道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 他仍然有能力提升身边队友的表现 保罗是历史级别的顶尖空位 拥有优秀的控球技术和组织能力 保罗没有夺得过冠军 但是他在2021年将太阳带进了总决赛 有了保罗 勇士的进攻方式会增加很多 但现在的问题是保罗如何与库里 汤神共存 难道首发达小阵容 保罗是一把双刃剑 勇士指望能挖掘保罗的剩余价值 但是保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 似乎对于替补出场的想法并不感到兴奋 库里相信主帅科尔会找到正确的方案 我认为这从我们作为球员开始 我们总是说这是一支拥有很多天赋的伟大球队 你必须把你自己的全部身份带到桌面上 但你也必须知道何时为了球队的进步而牺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我们如何把任何一城放在一边并说我们只是想赢 库里说道 也就是说 关于如何磨合阵容 球员们愿意做出牺牲是一大前提 库里说道 我们正在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剩下的美好岁月 因为我们知道这有一个时间表 我们知道 你可能会说 有七个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应该首发 有七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完成比赛 算一下 有两个人不在这个等式之中 即使是像木迪和库明家这样的人 这些人也会希望对球队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把其他任何一城放在一边 只是说我们想赢 无论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都符合球队的最大利益 当我们经历它时 这一点就会显现出来 找出正确的组合是什么会很有趣 北京时间7月25日 这段时间荆州勇士的运作还是很频繁的 交易普尔换来保罗 然后用意义续约了追梦格林四年 看上去球队成员有了一定幅度的换血 但相较于球队分崩离析而言 还有很大的差距 看上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 荆州勇士还会将水花兄弟和追梦格林当作绝对的核心 围绕铸铁三角去冲击总冠军 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下 荆州勇士的角色成员就变得比较尴尬了 这些球员可以拿到的无非是底薪合同 或者是新秀合同 因此他们在赛场上无法为核心提供太多的助力 球队整体的实力强弱 也完全是看核心球员的表现 勇士完成签约 剑职总冠军 库里迎来质疑 三个球员压力骤增 通过荆州官方透露 球队拿出了双向合同签下了基诺内斯 在上个休赛期 基诺内斯几乎一直在发展联盟征战 也代表金州勇士打了四场比赛 场均成绩仅仅12.5分0.8板 可以说 上个赛季基诺内斯在球队 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 但是今年夏季联赛中 基诺内斯却开始绽放自己的光芒了 场均成绩达到了21.9分4.1板4.4中 关键是稳定性非常强 这才是金州勇士再一次拿出双向合同的原因 毕竟他让球队看到了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赛季 勇士铁三角水花兄弟和追梦格林 依旧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但这种情况被确定后 金州勇士在随后的赛季中 夺冠的可能性却不高 通过沃尔的透露 联盟中某位高管在进行采访的过程中 提及库里和詹姆斯这两个超级巨头的时候 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必然会存在周期型 詹姆斯的年龄太大了 库里的情况差不多 今几个赛季 他们从始至终都在为了冲冠而努力 有时候通过自己扛住球队 才走到了巅峰 但如今的他们已经做不到这些事情了 尽管这样的评价有些犀利 但无法否认的是 岁月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无论你多么的强大 这个赛季的库里和詹姆斯 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情况 赛季后赛次轮 库里带队征战洛杉矶湖人的时候 场均成绩是26.7分5.5板7.5中 如果仅仅分析数据情况 那么库里还是一个全能且高效的球员 如果算上效率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整体命中率在44%左右 三分命中率连35%都达不到 要知道在常规赛中 库里的整体命中率是50%左右 三分命中率是43%左右 就足以证明库里的下降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在季后赛舞台 库里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也是刚刚突破36% 要知道 在库里的职业生涯中 还是第一次在季后赛投出这么低的命中率 更重要的是 库里平均每场的出手次数是23次 三分出手次数是11次 通过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一些情况 首先 库里的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出手变得越来越困难 才会导致命中率频频下降 其次 库里无法得到队友的帮助 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不断地出手 如果将球权放到其他球员的身上 他们是无法得分的 换种说法 库里完全将球队放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本赛季的萌神库里 称得上是丹河 毕竟追梦格林无法在进攻端打出统治力 哥莱汤普森在季后赛也很低迷 维金斯一直找不到进攻端的窍门 问题是对手球队会用球队的最强防守 汉将去压制库里 一旦身边球员无法爆发 在扛住范德比尔特和施罗德的联手防守下 库里也的确露出了疲态 这种种的事情 都意味助库里的状态已经开始下降了 如果勇士还是用现有的核心阵容 去冲击总冠军 那么剩下的三个核心球员 将会背负更大的压力 第一个核心球员克莱汤普森 下个赛季的他的薪水仅次于库里 到现在为止 荆州勇士还没有说出要提前续约克莱汤普森 这就意味着 球队是想要让克莱汤普森将心留队了 毕竟对方各方面的表现都在严重下滑 第二个核心球员追梦格林 近几个赛季 他一直被球迷的质疑声包围住 赛场上无法打出巅峰表现就算了 离开赛场后的各种行为 一样会拖累荆州勇士冲冠的脚步 也许追梦格林在某个时间段会打出统治力 但稳定性不够的情况下 依旧无法被球迷和身边的队友信赖 第三个核心球员维金斯 他的压力同样不小 别看他选择降薪流队 得到了球迷们的一致称赞 但竞技体育最重要的肯定是实力 维金斯警官稳定性非常强 但换种说法 这种稳定性也让球迷非常无奈 一旦单场轰出了17分或者18分后 维金斯就不会在进攻端继续发力的 问题是 现在球迷都已经了解了这种情况 那么对手球队肯定也都知道了 这种团队核心 真的可以帮健姐老区的库里再次冲冠吗 希望真的不大